我跟Alex今天出來工作的 我們要提車 因為我們要多構置一部工作車 之前的話大家看到我這個視頻 我們已經有一部工具車首先衝用的 那個工作車那個領跑C11 對就跟拍那些的 對跟拍的 所以我們還需要一台什麼車呢 還需要一部其實也是大家的一個需求 尤其是商務接待的 商務接待八百一丁 還有我們打工西 所以要一部豪華的這種MPV 做多點人的 做得舒服的 要做的 要飛騎的 形象要商務一點的 是然後還有我們有事後長途去行 有一部車會做得舒服一點的 然後也是滿足現在時薪池嗎 那些功能都要需要的 所以這個車我們需要的是一部新能源的 來找Alex的運輯新能源網址嘛 所以其實對於車輛的選擇 或者說我們使用的需求呢 我跟Alex的意見是不和合 對完全是一致的 到來可以了 好的 對 對 對 好 好 很喜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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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正 这是它啦 19的中施版 其实我们有 可以选择有很多 我们之前有三款车 我们有一只在看 纯电的那个009 极客009 对 纯电的 内核的接近的那个层是D9 然后还有这个19 选择它的理由也很简单 首先它是插电的 这个使用场景会好一点 对 又能插电又能加油 又能插电又加油 所以就跑长途的时候 就可以放心很多 第二个的话呢 还是性价比的关系吧 因为如果是选那个D9 要符合我们这个要求的那个版本 会比这个贵很多 对 要上40了 但是这个顶到顶就389,800 是是是 但是9还早一点 早200 对对对 Alex跟我说它是性能方面 那两个车那个比这个强啊 那个双电机 对 但是这个车呢 它是发动机比较强 要2.0T 对 我就考虑到这种车我们要加油嘛 跑长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马力 它190马力的这个大的发动机 那过了这个车会比较稳妥一点 对 不只是这个原因了 其实我看中的还是 这个车的尺寸没有那么大 对它的宽度不超过1米9 1米896 我们那个试驾车回来的话 我们公司后面那个车库 这个车进去那个尺寸会飞一些的 对 那个就太大了 所以就两米那种纯电车的话就会有点压力了 所以种种吧 然后性价比的考虑各方面我们就选了这个车 有一点是我定的 当时这个我们在内部也有一些凹凯的 就是这个颜色 对 但是我们俩是意见是统一的 我们意见是统一的 对 就是YP他选了一个红色 但是我们一定要白色 他选的那个是白外观 黑内色 黑内色没有问题 对 大家那边配红色我觉得这个机会有点太诸误了 而且我个人觉得MPV像这个级别的车呢 还是黑外观会 稳妥一点 稳重一点 而且高档一点 所以这种黑白配这种感觉呢 老实说我个C卡车想它的话我要想一想 嗯 但是公司给钱的话 知你啊 任性点 邋遢到邋遢 邋遢找公子去洗 Hello 公子啊 所以我是抱着这种玩不要的心态 所以这个黑外白内 我今天觉得是挺难打理的 但是最好看的这个颜色 我几点建议这个传奇啦 就是这个类似的颜色的搭配呢 现在还是少了一些 如果它可以拼一下 就是不要那么白的那么特别 这些容易脏的地方你换一下其他的颜色 或者说你那个色调偏中间色调一点 要兼顾一下使用性 好了这个车我们今天就零排办好 要开回去了 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一些 使用过程的一些感觉吧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然后我觉得主力 开这个MPV就是我跟Alex两个 对 后来干嘛两个啊 我就用MPV的呀 这个车会是使用的一个主意 但是这个车里是不是要先做一个 威一点的东西 没有 一部这么威的车 一部这么代表中国代表广东文化的车 你是不是应该威的先 怎么威啊 你想我的电话我不知道啊 我想你开着个全国跑一下 我说全国跑啊 哇 公司出来我的旅行 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会接受 你是今天开车啊 对啊 对啊 你是黑龙 你会看我的黑龙 我本来很喜欢 你是不是顶部 对啊 顶部才有这个省思片的啊 我本来开的那是接车 我看到你也有一个架 哇 这个是金色的啊 哦 这个比较旺的啊 我们应该都是金色的啊 你没留意而已 这个是香粉金的啊 都是金的 哦 是啊 哪个漂亮啊嫂子 白色漂亮还是黑色漂亮啊 我老大我喜欢白色 我又今天提车 你又今天提车 哇 真是 缘分啊 又大又相见了 去年在南村茶餐厅 哦 他就是那个茶餐厅 不是传说中的文先生啊 在南村茶餐厅 因为我们买英伦那个啊 你们这台车哪里可以买得到 你想买什么 是啊 不是妹妹啊 这些 哈哈哈 我真的收拾了一部二手铃铃铃 你真的买了吗 我真的买了一部二手铃铃 28万 玩了两个月 然后又一万扔回 真的吗 我买的时候 我觉得头那两个月很过瘾 但是 月仔月狗狗嘛 对啊 哈哈哈 就是想说这样东西 真的很贵 我还贵的 哈哈哈 都是选回正常人 做回正常人了 一起选回正常人了 昨天我开始 今早提 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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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我以为第四六 26再溝通 看看有什么一起玩吧 字幕提供